大家好,我叫Philip,來自Yoho Hi! 因為之前我的店是在可能擴大定義 是離JB一個小鎮而已 可能心裡有障礙也要請好人 應該是很難喔,在這個小鎮 人才應該出去JB啦 去新加坡做工啦 去KL啦,去什麼地方 因為我要請的是一個 Graphic Designer跟Web Designer 因為我想擴大我的Online設計 我想這樣的人應該是很難找 可是上了老師的課 哎呀,死就吃看見到不會虧 可能我一開始我就想在 Web Designer,我在Facebook放 沒有成績喔 我想可能是地方放不對 或者是廣告不對,我就換 廣告詞啊,換另外一個地方再去放 然後我放在Muda 登廣告的地方 哇,一放了 兩天十多封的RESUMA進來 然後 哇,大學啦 馬六甲啦 KL啦 GAB啦 哪裡都SEND IN進來 然後最好笑的是我就選了 四五個很好的 然後就有一個是從 雞鑽啦,可能去了GOTA定義 要可能駕車要一個小時多的路程 來interview 我最後選到兩個很好很好的 他開了工前 可是我offer他一半 然後他看了SCS 我要做 問了第三十道問題 如果沒有請到你,你會怎樣 他講沒有辦法再做另外一分鐘 可是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做這份工 哇,好像照老師的劇本跑 那個故事照劇本跑 真的是很神奇 然後我就問他 你這樣來啊 你住的地方 他講他從GWAN駕摩托來到我這裡 interview 哇,我想這個人 真的是應該是 真的是想找工作 而來到我這裡 我就心裡想 哇,這樣的人應該是 可以用啊 以前真的只是在門口貼一個廣告 就阿豬阿貓都進來 可能他不會 應該不用講我教他 像我心裡就有冤枉 我要是你會的 你不會 不好再來 我會這個 我會這個 然後全部來就是講 他告訴我他會什麼 不是我教他 你要做什麼 所以 很好很好 思想啊 想改變了很多 所以 真的是SCS跟SIS 想把生意做大 但是這兩項一定要有